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理财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代班主持人婷娟 那这边呢要继续请大家 支持我们理财达人秀的 麻烦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帮我们来冲刺百万订阅咯 好那么在今天呢 当然台北股市的表现至关重要 因为大家看到了 辉达真的不愧是AI的霸主台股 跟着辉达就能够辉煌腾达吗 好那在今天因为回答 财报表现非常亮丽 所以带动台北股市呢 今天是出量 而且是攻到了月线之上 不过唯一当中有个问题是 今天很多的AI股 差不多从五盘过后 开始出现了转弱 到底要不要担心是 所谓的利多出镜呢 那如果现在对于AI的信仰 依旧非常忠实的粉丝们 手中还持有AI股的 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 我现在到底要先走一趟 还是就续报呢 今天偷偷告诉大家 杜大师今天有一些的动作 这个讯号非常的重要咯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 就是我们台股老仙爵 杜金龙杜大师咯 好今天杜大师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但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而且杜大师剑就告诉大家 网通股的一个趋势 我们帮大家挑出了 包含了起机 包含了中壘 今天看到的志邦再创新高 今天杜大师就来帮我们找找 有没有下一棒的接班人 要出现了今天节目 一定要锁定咯 好另外第二位 我们欢迎到的是 我们宣古教练 陈维泰 维泰哥了 好今天维泰哥来 也是非常重要咯 因为挥达财报 再亮丽 但都已经公布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点抓出来 因为马上呢 就要进入到了九月份咯 九月份大家要关注什么 就是接下来重要的作杖大秀 即将要登场了 那我们发现到 这一波台北股市 一路从高点修正的同时 只有投信 不离不弃 一路的在买进台北股市 他们是为了作杖在座铺路吗 今天的维泰哥告诉大家 其实他是最了解投信操作 跟策略心法的人 投信在接下来的一个作杖月 哪一些要告诉大家 的确是他们默默在吃货 默默在布局的 但哪一些已经报一大段了 已经赚得够甜了 可能小心要有一些下车讯号 今天会告诉大家咯 好那我要先请我们的杜大师 杜大师今天来到现场 时机点真的太太太太关键了 回答大家都说了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学生 大家呢其实本来在等他的财报 本来预期说啦 大家会很怕你是个100分的学生 本来大家就怕你考个98分 大家就一直在怕这个 没想到考出来的结果 考了200分给大家看 现在大问题就在于台股的AI股 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到底要续报 还是我要先走一趟呢 杜大师你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次的回答法说 还有他的财报数字太亮眼了 但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帮大家抓一下 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关键 到底在哪里吗 一般我看云收还有看 他营业利益玩意 我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EPS 2Q的话EPS比一级多了四倍 那他也有讲3Q 3Q的话也会成长 那我大概今天看 我们国内的几家研究报告 都讲辉达EPS大概8块 后来是15块 所以你看到他的2Q的EPS都成长蛮多的 而且他今天比较稍微跟人家不一样 有实施库藏股 有一个库藏股金的 这个库藏股 大家就觉得很耐人寻味了 我财报这么好 我这时机实施库藏股代表什么意思 以前我们是股价低的话 实施库藏股盘 有一家公司是说 因为我认为全市场的公司 没有比我公司好的 我自己拿钱来买我公司最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有他的意义 这是他第一个 那外资也把他的目标价往上提高 我记得我们上礼拜 来这个节目大概那时候 外资平均800块美金 现在又调到四位数 直接翻到1600块了 这是我们大概 今天整个FIDA的一个走势 而且盘落的话它还涨 所以造成我们今天 我们的AI股票都开高 这是我们今天的盘势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今天大摩有发表一篇 文章就是说 AI占营收的比重 是 比较高的这几家 那其实在上礼拜 我们那时候 看N大的报告 他有讲 2024 2025 这个AI占营收的比重 就是我们要找这个AI 不要找含水分高的 要找那个比较 比重比较大的 就要找含金量高的 对对 我经常开玩笑说 要买针金 不要买我镀金 这个是我们要找 那这里面点出来就是 技嘉嘛 你看明年 31% 后年38% 所以今天技嘉就开 比较高 而且盘中有到涨平 尾盘虽然被砍下了 那另外来讲就是广达 广达 在围影 那其他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其他的这些 我们就不详细 所以只要AI 比重有 今年成长 明年成长 后年成长 那整个AI类股 都会来 万一又休息 又来 那他来的次数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盘市 就在返运 这个辉达的财报的效应 带动整个AI的大涨 是 杜大师今天告诉大家 这个辉达的一个法说 反正就非常亮丽 包含他石库厂国动作 也告诉大家 反正对股价后市 就是很有信心 但杜大师 你今天告诉大家 要来找含金量高的 会不是在接下来 这一波辉达 继续带领财报 网上冲三个月 有梦最美 你就是要挑 含金量最高的股票 今天会最有表现 但是杜大师 今天大家都在等 辉达财报这么漂亮 我应该可以继续看到 全部冲涨停板的盛况 结果第一个 不但开盘 没有看到很多档的 AI股涨停板 再第二个 哇盘中 怎么回事 技嘉盘中涨停 锁不住 打开 还有广达 甚至盘中一度翻黑 伪装甚至直接收黑 其实杜大师 台股头正最怕 怕什么 怕利多出镜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今天短线就是有 因为这个辉达涨的话 前几天就有涨 有反应过 而且我们这三支是 AI里面 含金量最高的 所以他们 大家开盘的话 就会注意他 对对对 那个短线有一个力多出镜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要看他缩盘 像说技嘉缩盘还涨 那管达小涨 所以我一算比较弱势 所以整个来讲 我个人是认为今天只是说 这个短兜有人 短线先拔挡下来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这个AI里面的上中下游 你看到今天有的是 你看到这个 说红还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你看收黑的比较少一点 可是一般来讲 他都有上影线 而且今天我们整体成交上4800多一 有这些AI股票 他大概都有比较大的量 那我们这三支股票 让我们等一下来看 长线的AK线图跟短线图 跟大家说以后 我们再怎么明天 怎么去操作这几档的AI 好 关键就在于 接下来他们的手势 有没有办法继续冲了 那我们就从含金量高的一档档看 今天技嘉算强 盘中一度涨停满 那杜大师 这个技术派我就要请教你 因为今天是带量 留了一个十字K 大家就很怕 这会不会是一个变盘巡航 那怎么变呢 他出最近的大量 而且十字线 他今天差一点串 历史新高 那他其实他EPS 我一直在讲 都还不错 那只是他高价 晚宜又今天做一个换手 那一般纯基础来讲 这个十字线 就代表短线这边 有人拔档 那今天买的 大概短线都会套牢 那短线大概又要 回去休息 大概也是 技嘉这一支股票 虽然他盘中想要关 掌停板没有关注 所以相对 次强 如果三支股票里面 是次强的 次强 那最强要看谁 就是这一支 广达 今天杜大师 你告诉大家 广达你今天是 你刚刚还跟我讲说 你有所贡献 你今天做了什么 因为我想说 大家都知道非打利多 所以我今天开盘就挂了280块 然后来开盘就卖到282 另外我一直坚持 他应该会到300块以上 那短线长那么多 就拿一小部分来 做一个短萃 那晚又 我中午去吃饭 晚又回来 好像砍到平板 所以263.5 把它买回来 后来砍到257 说法在262 所以今天这个实体的长黑 我是把它赚走 那为什么杜大师 你会知道今天冲高 你反而会想拔档 不是就要看他一路往上吗 没有一般来讲 这个利多出来以后 你下一季的非打的话 说要隔三个月 所以其实昨天 他已经有拉上来 所以今天他又串 这个281块高点 因为管达最近都是 串新高拉回 串新高拉回 可是他有一个好处 比部A电A高 就是而且他量也不是很大 所以在整个AI里面 我认为他是来得比较稳 那你看到 技嘉没有串新高 尾也串也没有 他有串新高嘛 所以来回做 那我们一直讲这支股票 他其实目标价 这个后年是14块多 乘以20倍 很多人都是300到300亿 所以大概短线来给他做 一个价差 好 因为杜大师说啦 这波广达是赚买菜钱 这波已经赚到一个翠玉白菜 回到你家台中站了 对 但是今天 因为看到广达传高 杜大师 我觉得反而很多投资人 很好奇在问 头版大大的写着 这次的回答 红海 他也有 而且他夺下的是 回答最强 毛利最高的一个产品 你说真的 这种冲高的广达 很多人不敢追 就是不敢追 他们想找这种 看起来利多也有 但股价比较低的 可以吗 今天报纸早讲 AI占红海的营收比重多少 我们知道台积电 也有AI占6% 刚才亭间有讲 那个技嘉委 突然都是20到30 那红海股本那么大 还有电动车 所以这个没讲 所以今天他还开高 可是开高完以后 他还要 因为他是缓锤线 有缩红 那量也不是很大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红海大概 80到110 今天点到110 那最近的111到116 是他的高点 那我一直认为 这支股票 虽然说 他明后年的获利都不错 你问他这股价 为什么每次涨一下 就休息 涨一下休息 我一直把它定义 叫政治经济型 就是说 你到9月20号以后 如果没有登记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今天我暂时 把它认为说 会不会跟前几次一样 有这个利斗 稍微涨一下就休息 在跌的时候 红海就会抗跌 可是大盘在这波反弹的 我们跌了将近1200点 反弹了550多点 46% 红海有弹上来 可是他弹务就不是很大 是 好 那当然除了在今天的一个 AI国的一个相关操作 杜大师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波我们长线趋势 还是非常的看好 只是短线 或许可能让他休息一下 我们找一个八当点 再找一个新的进场点 说布局 我们就可以长线继续 坐在AI的一个大浪上面 跟着他往上飞 那还有一个族群 我要跟杜大师来讨论 就是网通了 网通 今天我们看到 智邦 它的一个股价 已经冲到500块钱 又创高了 我今天才听制作单位讲 三月份 杜大师就已经告诉大家 奇迹 还有钟蕾 你看波段 一路的往上 稳稳的往上 那现在大家想知道 因为智邦一路冲 它的下一棒 我们还可以找谁呢 我们知道 我那时候打智邦的话 它14块钱 提降到现在500块 涨了100倍了 那它后年的EPS 只有17块 稍微涨的比较高 可是我在昨天晚上 就把全部网通的股票 大概有七档 有写N2报告 我统统把它列出来 我们看下一张表 这个报告 投资朋友们 你一定要好好的看 我们杜大师昨天做资料 做好像12点半 对 因为本来我 刚才廷间有讲 我有推荐过两支 对 中壘企机 对 我要把智邑 弄进来 郑文弄进来 还有 深达科 尤其像说 有这个OTC的 有新贵的 要弄很久 所以为了完成 这个所谓七档的 一个网通的股票 因为我一定要 有N2报告 所以才会有 113 14的EPS 哇 你又看它的 GOS的成长 再来就跟它的 本益比做比较 对 那我们这个 本益比除以 这个盈利的成长 就会有一个 所谓PEG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 经常讲说 你买股票 一定要买 那个PEG 小于1的 这个比较 虽然说 现在大盘涨了 比较多 可是你未来 这个GOS有成长 那我们今天 除了那两支股票 以后 资邦已经串 历史新高 那我们来推荐 思义 还有郑文 还有 生达科 好 那我们就 一档一档来看 我们先看郑文 郑文在这波 网通股里面 它是不是算 比较低基期 又很低价 对 它低基期 而且最近外资 才开始买它 那最主要是说 因为它今年的1PS 1块 可是明年成长到2块 后年就有比较爆发性的成长 4块多 所以这基局就会比较高 那你会看到 它慢慢的外资 在电高完以后 已经有在上来 这是我们网通里面 比较落后 补涨 而且它有在上 能源失业部 这一部分 所以 在 N大 有写研究报告 大家可以去看它一下 所以目前它 вес 下来 始组 zag 这一支就比较低价 我们7档里面 它的股价比较低 大家可以纳入你的口袋 如果说人家要讲 比较低位阶的 像森达科 他有修正过 那这波要反攻力度够吗 森达科因为他低位 轨道 那他2Q稍微比较不好 所以原大学的NQ报告 就比较成长 也算还不错 那他也是开始慢慢的上来 那我昨天在打这个话 是因为他是新贵的股票 所以要去捞新贵的资料 捞到晚上11点到12点 才完成这一张 我们新达科从他新贵转上贵 因为以前我只是做上市的股票 很少说新贵 那这一次为了让我们的晚通的 这个上市上贵都很完整 所以昨天晚上特别 把这些图形都弄 那他也不错 他目前到这个高点 相对高点 那也慢慢的在做 落后补涨的一个月股 所以这一支晚通 大家也可以考虑 那除了就是有一些落后补涨 我们可以来做观察之外 还有这一档 质益 他倒是已经好像一路冲高了 那还可以注意吗 大家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先看一下 他这个EPS 都不错啊 10块15块 后人15块5 有没有 这个你先看EPS都还不错 就是从成长性的部分 到明年10.58 到接下来12.59 那昨天晚上也是一样 他是新贵嘛 有没有 我说这个96年 两年多的时间 这一段就做蛮久的时间 才完成这里面 他也是串 目前的波段高点 有没有 可是他还好量还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这支股票的话 目前在晚通 会不会说跟随的字帮 在走历史新高玩 这三档落后的一些 所谓晚通的个股 也有更进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大概 在昨天晚上就把 七档晚通的股票 列一个 刚才一个表 给大家用PEG的观念 去找 这些 虽然贬义比比较高 可是你未来有成长 PEG小于1的股票 大家可以去 列入考虑 除了AI玩 这个晚通也可以考虑 好 非常谢谢杜大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详细的 还有这么清楚的 一个资料解析了 好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杜大师有告诉大家 AI股 其实它未来的一个成长 现在还是非常高的 今天杜大师 高出了一趟广达 但马上呢 今天的动作 就是呢 在广达来到平盘的时候 再做一个接手 那是不是也看好 持续呢 这些AI股 含金量高的 会是这一波 跟着回答财报 续冲的一个标的 当然了 还有网通族群 起来也有机会 接棒AI股 成为了这一波 大家可以挑选一下 在智邦一路领头 情况之下 还有很多 本益成长比 还小于1 很机优 直优 成长性高的 这个网通股 都是接下来 大家可以来做 注意到的一个方向了 好 那么等一下 我们会持续来帮大家 来做注意的事 因为呢 今天特别请教到的是 宣国教练 维泰哥来到现场了 而且维泰哥 还有帮大家来这里的事 今天的资料也非常重要 因为马上9月份 进入到了是投信作帐 一个非常重要 关键的时期了 这一波投信 为什么在大盘 越迭的时候越买 他们到底是 带着钢盔往前冲 还是真的 已经锁定了 接下他们的作帐标的 在做默默的布局 哪一些投信的操作策略 跟心法 是业界才知道的秘密 等一下快来告诉你 欢迎回到理财达人秀 好我们今天看到台北股社 是反攻先回到了月线 但这一波8月份的操作 很多投资朋友都感觉 哇操作难度蛮高 为什么 因为外资是从高点 一路的砍下来 但是呢 但我们发现到 土洋对坐态势 非常的明显 投信呢 反而是一路买 今天再买超 这投信已经连16买 累计买了超过有450亿元了 接下来投信 着眼的会是9月份的一个作账吗 在9月份 这个投信的作账 通常都是年度的大戏 那这场作账 投资人能不能跟着投信 来抢搭一个顺风车 当然今天 投信背后操作的策略跟心法 我们要独家来告诉大家了 好有请到的是我们选国教练 韦泰老师了 韦泰哥 好久不见了 韦泰老师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在投信相关的操作 其实专严琢磨非常深 其实非常能够破解 很多投信他们操作背后 其实有策略的 投资人到底要跟着投信的车 一路搭顺风车往上 还是小心 可能投信有些赚饱了 翻脸了 就直接先下车了 我们今天要请韦泰老师 告诉大家 投信这波越跌越买 哪些是他们赚饱饱的 大家抓住讯号 小心哦 可能他们要先下车 你不要成为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但投信有的 已经在默默的做布局 有些股价还没有发动 投信大户都在低档默默的吃货 买这种是不是更稳呢 好 赶快请问一下告诉大家 这波很奇怪 投信真的是不离不弃 为什么理由是什么呢 好 讲到这个三大法人 我个人其实最喜欢就是 去追踪这个投信的筹码 因为投信要的跟我一样 他要什么 他要的是价差 我也是要价差 而且他要的是波段性价差 我也是要的是波段性价差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跟着这个投信的筹码 去做一个操作 反而对一般投资人而言 算是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需求 那这波呢 刚刚这个庭君有提到 投信可以说是不离不弃 真的爱台湾 爱台股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我们统计资料显示 他从前波段的高点 7月31号高点 17463往下跌以来 到今天为止 投信已经连续买超了 16个交易日 OK 那么反观于这个外资 也不过就最近 这四个交易日才开始进行买超 买的也小小的而已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从整个金额数字来看的话 八月份以来的三大法人 总共卖超了1435亿 这其中呢 外资就卖超了1054亿 那么当然资议商 因为他是比较属于 就是随事做操作的一个法人 所以他也卖超了804亿 唯独就是投信 逆势加码了 买超454亿 换句话说 如果说接下来 行情再持续往上去做一个 这个走胜的话 我想投信应该会是最大的赢家了 OK好 那么投信这边去买超的两种 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 当然大家都在讲说 他跟着关股券商在进出 所以他是怎么样 他配合去这个护盘 然后买进一些大型全资股 有没有可能 的确有可能 包括一些金控股 或者一些穿产全资股 他们在这一波都有买进 OK 那么第二个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为了要拉抬自己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绩效 要去拼这个所谓的一个具体作帐 所以如果说是第二种情况的话来讲 那可能 那么他最近的一些进出的标的 买超的这些里面的内涵 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我就要问伟泰哥 因为这一波的投信操作 其实大家都在看 好像有部分他在重压AI股 因为这里是大家在讨论的 因为AI在这一波 其实算是台北股市八月份来 也算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一块族群 那投信这一波重压的 你会怎么做观察 他们如果说已经买到一个获利的程度的话 我比较怕啦 就是说作帐不成反变结账 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好 通常每一季的这个季底 根柜报告 投信他也会作帐 他也会结账 他不是二选一 但是时间有所差异性 假设在这个第三季来讲的话 我们有七月八月跟九月份 通常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发生就是 他会先去做结账 再来去做作帐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作帐 什么叫作帐 就是要拉抬自己手中的一个持股 让整个的一个绩效变得比较好看 OK 好 那拉抬手中持股需要什么 资金 对需要资金 那资金从哪边来 当然是要从之前已经涨多的这些个股 先去做一趟获利了结 才能够把钱抽出来 才能够有额外的资金去做一些 他要去做拉抬的一个作帐股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每一季的季底 基本上都会有作帐跟结账 但通常时间点 大概就是第三个月的前两周 会比较容易看到是结账 OK 那我们在后两周 也就是在九月份的下半旬的时候 比较容易看到就是 法人的一个作帐 OK 那为什么他就说结账 很简单就是因为持股埋多了 通常我们知道说 其实投信他在持股的一个 比重上面来讲 有一些这个所谓法律的民文规定 例如说单一党这个持股 不可以超过基金的百分之十 类似这样子的规定 所以基本上只要投信 他买超级档个股 例如说以我来讲 他如果说大于 大于15个percent以上 基本上就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包水位 对 红色警戒 OK OK 或者是说股价如果涨多了 那股价涨多了 例如说现在可能已经涨了三成四成了 要等到九月底 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在那边等吗 不知道有什么变数 对啊 还是要把钱抽出来 去做一些在低档刚刚转强的标的 这是所谓资金 这个使用上面效率的问题 所以一些股价涨多的一些个股 也可能会是这个投信选择 要去优先做结账的标的 那么哪一些的个股 比较容易他拿来做做账呢 第一个基本上是 他目前的持股 买的还不是太多 可能才买个这个5% 6% 7% 8%等等 还不到10%的OK 那目前呢 他的股价也没有涨很多的这些个股 未来还有一些空间 那像这种个股就比较容易成为 这个投信基底作账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们就把它分清楚了 你刚刚讲到了一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九月份我们要分前半周 还有后半周 所以我们先告诉大家 小心哪些可能结账的条件 我们再帮大家好好筛选一下 更清楚告诉大家 可以检视一下手中持股 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现象了 对 因为现在已经是接近到八月底了 然后下一个礼拜 大概就要进入到就是九月份了 所以其实现在可能要先观察一下 有没有哪些个股 有可能会成为未来这个投信的结账股 那我们特别帮大家设了几个条件 来去做筛选 首先我刚刚特别提到 如果持股比例超过10%的这些个股 基本上都要特别的去watch monitor 就是要观察它 有没有说因为持股太高了 那有可能他会去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还有就是他的股价有没有涨多 那股价有没有涨多 基本上你说涨10%算多吗 涨20%算多吗 这好像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指标 就是什么 就是本益比 如果他的股价的一个本益比 大于20倍 那通常就算是一些所谓的电子股 都很有可能会相对比较偏高的位置 OK 再来就是 如果说他现在的这个报酬率超过30%以上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他这一个结账的诱因 如果说能够同 如果是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这些个股 很可能就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回老师你做资料很好玩 10 20 30 告诉大家这非常好记的密码 好 那我们就来帮大家用这样的条件 来做筛选咯 这些我们不能说短线没有行情 我们只要提醒大家 他可能是投信的旧爱 有可能他看到新欢就扑上去了 那这些旧爱股有哪些呢 用刚刚的三个条件来做筛选出来的结果 大概就是这五档 金像电 宏基 台光电 齐宏 那么这就如同刚刚婷君所说的 有一些还真的就是这一波跟着AI 这个大浪潮股价涨多的这个标的 比如说像金像电 台光电 齐宏等等的 那有一些像宏基 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像投信最近20年在做买超 OK 那目前看起来的持股比例 已经来到11.7% 那再往上就增加 似乎我觉得他的空间其实有点有限 那如果说他只是着眼到 他的一些旗下的一些小经济的话 并不是因为NBA整个产业 有出现很好的一个转机的话 我觉得大幅度加码机会 可能也并不是太高 OK 那么像这些个股里面 例如说像这个所谓的像 这个台光电 齐宏 都是他们最近买很多的一个标的 OK 那我们就一档档 我们直接看线图来看了 因为比如说像就像齐宏 因为他今天还在创新高 我其实比较想问的是说 因为如果看到一档股票一创新高 我需要在创高的时候卖吗 还是说呢 其实投信还看好这个AI的大浪梢 并且汇大财报就是这么漂亮啊 还会不会一路冲啊 对 好问题喔 基本上如果说他还在持续的创高 甚至拉回没有去跌破前提的话 代表他还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多头走势 那像这种情况可能就暂时不必去急着去做个卖出动作 OK 好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特别的去做一个提醒 就是说以目前的一个投信对齐宏的一个买超架构来看 你发现到他买超的这个这个这个张数啊 力道啊 还有点越来越少了 他没有像过去这么积极去做买超 OK 那同时呢 在整个大户的持股比例的部分 在整个波段上涨架构当中 竟然看到他的大户持股比例是呈现一个往下下滑的一个局面 换句话说现在的这些这个筹码结构 事实上有一点点算是恐怖平衡 OK 那么齐宏呢 他在这个产业界来讲 他是属于就是出降型电脑跟NB的这个散热的一个大厂 那只不过呢 他在近期开始做一些转型 他把这个散热的一个这个应用 运用到刚刚这个杜大师所说的 网通相关的一个设备 OK 然后还有最近最夯的伺服器相关的一个领域 那是比较可惜的是说 可能是因为去年期期过高的原因 累计1到7月份 他的营收成长只有2.08% OK 那法仁对他近的EPS预估大概12块钱到13块钱左右 所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他的本益比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低 是 好像像这种个股的 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说这个出现这种所谓的头部讯号 那我觉得特别观察到就是 因为他这一波一直以来都是沿着月均线往上涨 所以如果说他一不小心跌破月均线 那同时又看到这个投信出现有买超 转为卖超的情况的时候 这时候手中有持股的投资朋友 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好 那除了启鸿 其实我们今天举的蛮多例子 他们其实也都是跟AI族群有关 因为当然像台光电 其实今天的一个填席 也是顺利的做达证了 这一波段投信的筹码看到了什么 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情况 好 台光电 它基本上是全球第一大五乳素的沉压板 以及台湾第二大铜箔基板的一个厂商 那因为铜箔基板是PCB最主要原料 那么在今年其实PCB的需求非常非常的高 也是因为这个所谓是高阶伺服器 它需要用到 所以基本上它的营收 应该是要往上做成长才对 可是却没有想到 他观察到是他累计营收 竟然是呈现两位数的衰退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去年 积极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但是比较让我惊讶的事情 是跟刚刚齐鸿一样 就在投信持续在做买超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 投信买超的这个张数 幅度有点往下在这个 所谓的一个缩手的情况 那同时在股价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户的持股比例 确实在往下减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筹码结构 我个人其实会比较特别的提高警觉 所以我们就要随时盯一下 投信哪一天开始翻卖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要随时提高警觉了 所以同样的逻辑 金像电也是吗 对 金像电呢 今年比较夯里面也就是因为 它从早期的这个NB版 光电版 网通版转为到什么 伺服器相关的PCB的一个这个用版 OK 目前它已经是全球最大伺服器 PCB版的供应厂商了 OK 那么也是一样去年这个机器相当比较偏高的原因 所以它在今年累计1到7月份的营收 是呈现了13.52%的一个衰退 OK 那么这边来讲可以观察到投信 也持续继续在做买超没有错 不过在这波上涨过程当中 其实到上一周为止 基本上大多的持股比例 也是在反复的下滑当中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 不难就是让人家联想到说 会不会往上这个 在往上掉走高的过程当中 可能一些这个水法 也会再进一步的去进行调解 好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如果说投信可能短线波段 我就已经涨这么多了 有人说涨这么多 我不卖好像就是傻瓜吗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投信反而默默在布局什么 他们的新欢有什么条件呢 对 因为每档基金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持股比例 我先把这些股票卖掉 我就要去补其他的股票回来 所以它一定有所谓的一个新欢 在等着投信去做一个买超 那我这边一样立了几个条件 来帮大家去做一下 筛选 首先第一个就是 最近这20天买超张数 大于2000张的一个个股 而且目前投信的持股比例 是小于10%的 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股价 没有涨了很多 目前本一比还小于20倍 重要是这第四点 这档个股的总市值 最好是要小于1000亿 为什么要把市值这个条件放进去 对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在这一波的一个投信买超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帮忙护盘 他就会去买一些 所谓股本比较大的公司 那我们要把这些 可能是护盘的原因的一些 中大型全资股把它屏除掉 留下来就是什么 留下一些就是中小型股 比较有可能是投信的 基底做这样股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市值的部分 把它定在小于1000亿 这样才会比较符合 我们要的一个需求 好 那我们就来一样 用表格来做筛选 这些投信默默认养的 列出来看到了什么呢 对 好 如果说从投信 最近20年买超的张数来看 真的蛮多的 一些有三档例说 都超过1万张 OK 好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9000张 8000张的 一路排下来 其实都是一些看得到的 都是属于中小型电子股 是 其实晶圆店这波 就已经先冲了 对 它已经有涨了 但是说真的 投信连续15天买超的结果 它的目前持股 才只有3.7% OK 那本益比也才16.9倍 所以算出它已经是买了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后续 应该还有再持续走高的机会 OK 那这些其实有一些 就是说他们这个持股比例 都还没有很高的 例如说什么7.3% 5.2% 这个8.8% 6.5%等等 这些都是有在做布局 甚至有点像是 偷心洗下去的感觉 像这些个股 我觉得都可以持续做追踪跟留意 好 那因为你刚才有搭配大户筹码 我们就看 有没有就是两边都在偷偷吃 但股价其实大家还没注意到 是的 例如说像8.112的这个智商 OK 那智商 它其实是这个通路商 它是国内第三大的电子零组件的通路商 至于大连大跟文业 OK 那它这一波 这两年基本上已经受惠到这个所谓车用电子 还有今年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需求持续成长 那导致它的一个业绩跟营收 都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水位 OK 那重点就是说 其实这一波投信事实上 它在这个除息之前 就已经去进行一个买超的动作 那么在除息之后股价掉下来 反而是大股东回头去把它接回来 那大股东回头接呢 投信就要再持续再做个买超的动作 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 我觉得在筹码的结构上来讲 就比刚刚那些已经涨多的个股来讲 来得好得太多 好 所以等于它股价 其实也还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可是从筹码让我们今天塞出来了 看起来可能后市有非常大的机会 我们同样的逻辑还可以看谁 好 那刚刚这个资上也是已经小涨一段的 那接下来帮大家挑一下 就是股价在右下角的 就是没有什么涨到的 这一档就是2347的连强 那连强它现在是亚太最大 全球第三大3C的专业通路产商 那最近可以观察到 原本持续在做减码的一个大户持股 在最近这三周 开始往上去做一个增持的动作 那同样的呢 在8月份也看到投信 回头去进行一个买超 那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我个人猜测就是 目前产业面预料 2024年会有一个笔电的换机潮 那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通路产商来讲 它的营运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会落底 所以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投信就开始领先去做一个布局跟卡位 类似现行的还有这档 我好久没注意它了耶 对也是跟这个Notebook有相关的 就是新普 那新普呢 它是全球最大的NB的电池模组厂商 那么根据公司的一个这个表示 其实目前呢 他们看到笔电回补库存动能 已经看到曙光 虽然说还没有像前一两年一样 有这种大幅度的成长 但是很有可能最坏时间已经过去 那所以呢 可以观察到这波在股价 除完息之后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在最近这一个月看到 大股东大户筹码 已经开始往上去做增加 那很巧的事情就是说 在七月中 在八月初的时候 也看到投信 开始去进行布局跟买超 那么已经买超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股价还在这边去进行打底 而且随时有可能会往上去做走高的一个机会 就像这种个股 我觉得股价还没有涨到 那么未来也有转机的 都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今天非常谢谢维泰了 今天维泰来告诉大家 前面当中因为快进入到了九月份 其实有一些投信的做账还有结账 帮大家拿捏一下 他们的节奏 投信可能会调节 可能会偷偷布局的一些条件 到底有什么 也提供给大家 在接下来 除了注意AI大浪以外 投信的一个动作 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特别来做留意的 好今天呢 两位来宾来到现场 特别告诉我们 其实AI的大浪潮在这一波依旧还是整体大盘的主流 杜大师告诉大家 有些冲高你可以先卖一趟 但是大趋势没有做改变 还有包含蓝夏威晓老师告诉大家 投信的一个布局动作也非常的重要 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帮助到投资朋友咯 拜拜